我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被成交了一套 五千万房子的经历 这个机构是北京做高端楼盘 销售最出名的机构叫立志行 妈呀我要跟你讲讲这家的销售 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 包括我 第一天 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魏女士 那个麻烦问一下 有没有兴趣 那个买哪儿哪儿哪儿的房子 没有 夸你把电话扣了 就每一天你都会接到非常非常多这样的电话 你就比如说有个男的 今天在路上看见你 你们俩擦肩而过 然后他觉得姑娘不错 就觉得哎 有没有谈恋爱的想法 框给他一巴掌滚 是吧 这就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第二天 接着又给我来了一个电话 魏女士 你没有在朝阳区继续购房的需求的话 那请问你有没有在孙河购买一套别墅的需求 我还没等说话 我们在孙河有这个别墅 那个别墅 这个别墅 那个别墅 别别别别 说了八个别墅的名字 非常之认真 非常之扎实的那种感觉 让我都不知道怎么拒绝他了 我好的 我把我的邮箱发给你 你把这些别墅的资料发一套 我看看吧 我这是在想着 好嘛 你发过来发过来嘛 也给一个销售一点信心 昨天已经打击了人家一顿了 好了 这又回到了第一个谈恋爱的话题 这个男孩子第二天又碰到了你 然后他又再次过来问你说 请问你想不想跟我谈恋爱 你昨天已经打人家一巴掌了 你还好意思再去删一巴掌吗 你都似乎能感到他的真诚了 你就要跟他说 不好意思 我不想跟你谈恋爱 就客气一点 对不对 接下来就是第三天 接着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问女士 我昨天给你发过去的 所有的别墅的资料 我想 你大概也没有时间看 我是否可以加你的一个微信 把我觉得 非常适合你的几套房子 微信上发给你 你来选择一下 我就会有点不太好意思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说 可以的 然后我就把一个不怎么用的微信 就给了他 我说你加吧 加了 然后你就发给我 接下来的那天晚上 这个销售给我发了一条 这么这么长的文字 给我去介绍了一下 他的生平经历 因为他有我的微信呢 然后跟我讲了一下 他今年多大 从业多久了 为什么做这个行业 因为自己家庭一般 大学毕业之后 找不到非常好的对口的工作 是在一个单亲家庭里面长大 然后过年出来的时间 跟妈妈说 我今年一定赚过30万 回来过年 然后我现在已经做了哪几个 哪几个哪几个销售 我现在已经拿到了什么什么样子的业绩 如果说我在您这里 能再成交一套房子的话 我就可以提前半个月 回家陪我的妈妈 我妈呀 给我倒到房价上了 你知道吗 就是不能提前回家 就是因为我不买他的房子 我没回他 因为事不过三 大家都知道 拒绝你三次 差不多人 基本上就不会再有内心 再去对你 接着去做服务了吧 他给我发了这么一条独白 我也没有回复他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复 回复就说好嘛 买了 然后你早点回家陪你妈吧 然后确实没有任何买房子的计划 好不好 就在我闲着有的没的的时间 我晚上就跟我老公 去分享了这个东西 我说 我最近遇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销售 他说 还有你觉得很厉害的销售 我说 他说分享给我听听 我就去把这个人 第一次给我打电话 第二次给我打电话 第三次给我打电话 加微信 发房子的解脱 包括发自己的介绍 对所有的事情 都跟我老公分享 然后我老公说 这个人确实销售厉害 这样吧 如若说 他以后再也不联系你了 就算了 如果说 他下次再联系你 咱们就去看看房子 不然又有何事的呢 实际上我刚才说了 事不过三 就会打败99.99%的人 当你再去拜访一个人 三次 三次都拒绝了你的时间 你放下了 其实对方不一定完全放下 到了第四天的时间 我甚至有一点点期待 他会不会来给我打电话 真的不偏不疑 这个人真的非常会打电话 他大概就是每天中午的 十一点钟这个时间 给我打电话 这个时间 大概率你的工作没有特别忙 大概率你还没有再鼓睡 十一点钟的时间 不偏不疑 他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二位女士 我昨天给你发的信息 你有看吗 我觉得那哪几套 哪几套 哪几套房子 非常的适合你 然后我也把我自己 给您介绍了一下 您放心 我们这边的专业团队 非常非常的成熟 如果说 你看了我的介绍 你对我不满意的话 我可以介绍我其他的同事 来服务于你 我一停 赶紧算了吧 就是你已经骚扰我四天了 你再来一个同事 骚扰我四天 我还要不要过 但是我也想好了 如果他再给我打第四次电话的话 我就去看看这个房子 然后我就行的 我说刚好明天周六 我有时间 要不然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个房子吧 他就问了我说 那去哪里接你 我不用 我们就约了在孙和的一个别墅的门口会合 周六的时间 然后准时的上午的十点半钟 我们就开车去到了这个别墅的门口 等着跟他集合 他跟他的同事就已经在那等我了 然后这个时间 我刚一从车上下去 他立即马上就拿了一束花过来的 然后我就说 魏女士真的很抱歉 周末 大路你休息了 还邀约您出来看房子 祝您周末愉快 然后就送了一束花给我 哎呀你现在你拿着人这束花 你到底是怎么弄啊 然后这个心里面就想的有点多了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他去看了几套房子 看着看着我就有点累 然后我就说 我就旁边看了一眼 我很想找个地方坐下休息一下 真的是比老公还要体贴一万倍 立即马上从背包里面拿 打开背包 从里面立即拿出了一张报纸铺在那 这个时候就说 姐你坐这 你饿吗 背包里面小饼干拿出来了 你渴吗 一云的水打开了 哎呦妈呀 这看个房子跟个女王 一点差距都没有 然后就觉得 正经的被认真的招待了一次 然后我就看完了之后 我们就说行吧 那我们就回家去商量一下 接下来的第四天晚上 又给我发了介绍 然后发了我们当天看过的每一套房子的 优势烈势 然后每一套都对比了 然后我们也去看了房子 接下来的第五通电话的时间 我就觉得真的 我已经搞不定他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拒绝于他了 花也拿了人家的 饼干也吃了 然后水也喝了 报纸也做了 房子也不差 买也行 不买也可以 买不买 你现在买了他还能提前半个月回家陪他妈 你说这个事情这个得你急不急吧 然后我说行吧 你跟我老公联系吧 然后我老公就问了一下 说那你什么想法 我说我没有想法 买也可以 不买也行 然后我也跟他讲了讲 就反正这中间的过程我都跟他说了 然后我老公他实际上非常忠意了其中的一栋 然后他说那要不然我就去把那栋定下吧 所以在他第五次跟我们打电话的时间 然后我老公就跟着他去办那个买房的手续去了 所以真的还是那句话 他真的成交了我这一单 他就提前回家陪他妈过年去了吗 我觉得不一定 他可能同时我这样子的客户他手里面有三十个 但是他在我这赢就赢在了 事情过了三 他还在拼命的努力 就是五在心理学上才是一个极致 三不是 三是刚刚好上升的时间 但是这个时间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就放弃了 剩下的那百分之零点零一成功的人 实际上他们都是成功了 在第四次第五次的拜访上 第四次第五次拜访的成交率极高 因为第一次的拒绝随意拒绝 第二次的拒绝客气性的拒绝 第三次的拒绝略微有一点动心的拒绝 第四次的拒绝来自于道德绑架上的 我要拒绝你还是不要拒绝你 第五次的拒绝就是买单 很多人你其实在一个生意成交的过程当中 从前到后他都没有跟你说一句同意 但是在他一次又一次拒绝你的时间 他已经按照你的指引再去工作了 你看我给了他邮箱我给了他微信 我跟着他去看了房 不等于我就要买他的房了吗 虽然我一直在拒绝于他 但是在第五次的时间他就把我成交了 一个别墅他就是相对轻松的卖给了我 他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我成交掉了 所以我在这里要分享给大家的这个 不怕拒绝的万能公式就是 我们要清楚所有创业人本命都基本一般 真正好的运气大多都来自于自己的 绝不放弃 我们一定要相信所有的好事原本一定是拒绝于我们的 但你要想成功 你要用技巧和套路拿下它 最终就是一句话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